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去Building Cloud9的MediaJS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在Cloud9的部分就是做登录 那Cloud9可以很快在Google上面找到 OK,好,那你找到之后就是做上映的动作就可以了 那Andy的开发环境是现在目前用的是ChromeOS Chromebook的部分做开发 那OK,那首先进到Cloud9登录之后 其实只要有Gmail账号 他就可以做一个Free的使用 那我现在是用Pro的版本 那是因为付费也要做一些相关ID的开发 那Wallspace里面他就是有Create 就是一个新的工作空间里面是For云端的 那他有分好多种的ID的环境 OK,那第一个部分呢 你要先去建立你的一个所谓的环境名称 记得 Clone9它大部分都是用Wubanku的环境里面架成的 那Wubanku的环境里面就会很会去认定大小写的部分 所以一例都是用小写的部分去做建立会比较方便 OK,那Media的环境需要的是Wubanku的环境 OK,那记得你要去选择是Public This is where create workspace for everybody to see 就是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 然后追换一下建立的按钮 Create workspace 然后Create your workspace 就Loading就会开始 OK,那你就看到一个大大的Clone9的ID的Logo在你面前 就是他正在准备就是Web的ID的环境 好,OK,我们稍等他一下 那Create的过程中呢 他其实会去准备你的一些运作 好,那在Wubanku环境里面 他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的 那怎么样开始去建立在Wubanku环境里面的Media Service 那其实我们在Google的文献上面 其实可以很快找到 好,那怎么找到 例如说我要在Clone9上面 InstallMedia OK,那其实他的首选都会是这个选项 他这边就是GettingStandard with Media OK,那在肉依写的很清楚的 标准的官方文件 好,那我们在环境里面 他ID一样会有像是Termino的环境 我们可以看一下 OK,他现在指向的是这个资料夹 可以做一个预览 OK,那我们把刚才的参数指令 开始建立 其实不会很久了 因为目前我用的是录音软体大概在10分钟内 可以表现出怎么样很快的建立这个环境出来 好,那现在他已经在安装Media Service 在Wubanku环境里面 这个是在Cloud ID里面 好,OK 好,那接下来是Create一个Media的一个Apps 其实Media在他的官方上面他有一个Sample 好,就是有点像是Hello World的 Hello World的 你好这个世界的一个标准的工程师使用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脚本 好 好 那Setting的过程中 他会在你的左侧的这边里面 就是我刚才建立的名字 ChromeOS Media 这个资料夹下面 他也会建立一个MyApp OK 那你的读取文件里面 其实这个非常重要 你可以去写一些你想光的一个Building环境 让人家去学习 好 那文件这边有说 我直接就是可以进到 好 那个MyApp的环境里面 在那个 那个 Ubuntu跟Windows差别里面 Ubuntu在试下LOS的一个参数指令 可以去看到 那个你目前在这个跟目录下面有什么资料夹 进去的时候就是开始依照这个SettingStandard的一个做法 然后Media install npm install save runtime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参数指令 好 那他就会把相关的环境都下载下来 好 这边看到就是有Conline 然后有一些相关的Module都已经有进来了 ok 然后Runtime的一个Service部分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Media的标准Setting的启动的方式 Media跟每一个JavaScript都有自己的一个Setting 很大的一个方法 Media的方式就是下Media的这个参数指令 他就会启动 但是在CloudID上的环境 他就是有一些Pol跟LocalID 他其实不一样 Local插上面的话 他其实你可以制定自己喜欢的Pol都可以 因为在Localhost的环境里面的话 在一个区域网络的话 你要下3000 301到 总共有6万多Pol里面 除了一些指定的一些TotalPol 你不要去设定到的话 其实都可以 大概可以做设到6万多千组 在CloudID里面的话 Cloud他其实就是一个指向性 在所谓的Domain下可以做运作的一个环境 所以他可能就是使用8080Pol 那我们这边Media有个环境的名称 他是用PolIP的方式来做Polting 好 他现在就是他开始process这些环境 然后再来就是他会启动MangoDB Media他用的资料库是MangoDB 他不用相关的像是什么MySQL Seql Server等等的那种资料库的方式 他是使用正列的方式来做运作的 他是非常简单也非常快速的 举个例子好了 PHP可能要执行需要做到500多行 可能Media可能230行就可以去继续完成 所以他的执行速度是非常有差异的 OK 那执行完毕之后Cloud9的help 会提醒你 You call it running at 在这个Domain下面已经执行了 OK 在Cloud9上面他会去执行一个 相关的一个Domain name 他会是依照你Create的名称 加上你的使用者名称 C9UC.io的一个导面回基础来做的 好 那这就是官方目前的一个释出的一个APP 最简单的方法 那说穿了他就是一个HTMLR的方法 OK 好 其实这边都有一些修改的Code可以开始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个 好 有一个MIT 他主要的相关的一些Service的方式都在这边 有多少对应 好 那Andy这边有做一个更进阶版本的 就是Andy Meteor Service的部分 好 他也是一样的做法 只是我们这个做法比较不一样的是 就是他可以去控制别人的网页 就是他有Connect Server架构 在Cloud上面 好 所以在这个开发上面就很方便 可以做快速的画面切换 好 那我们一样就是在这边其实也是有下一个 刚才我们的指令 就是 怎么样去执行这个APP 就是一样就是用那个MITIA 然后ProIP的一个做法 OK 那这边也要提醒你 他已经有create出一个环境的做法 OK 那相关的 你看 现在我用短网址的方式 让人家猜不通这是什么样的位置 OK 好 那我只要在文安奶的Service这边 再一个show 好 好 我们就可以去控制别人的网页 好 我先把安全性打开 好 例如说我现在正在播放这个Domain 它就会去播了 OK 我切到哪 它就是切到哪里 好 类似这样做法 类似这样做法 好